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亦可以是热门 热门在第十二届的香港年金像奖中多項提名 而且拿了很多主要的大奖 这部电影叫《农民》 为什么说他冷门呢? 因为他的票房在1992年 你想想是我们香港片是最疯狂的那一年 审死官那一年 因为我做了一个笔记 审死官四千九百万 加油喜事四千八百九十万 第三名是陆鼎记 第四名是武藏元 第五名又是陆鼎记 周星馳 十部里面可能有六七部 至少是周星馳 另外有一部叫《神算》 《神算》居然排到第七 但是那一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曾经几个院线都疯狂设计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经常看着票房 就是看那些日报表 神算都OK 许冠文家王子华 这些人当然是热门 许冠文家王子华 我们都会说的 但是神算的确是 没有可能收到三千多万 你有经验 但是原来当年没有人去追究 就成为历史文献了 那一年是有二百一十套港产片 那农民卖了多少钱 我记得是一百七十多 一百七十多万 在二百一十部港产片里排第一百一十二位 都不错了在中间 因为他是很冷漫 而且他很长 两个小时 所以我说热门就是他的金像奖 你想想这么多厉害的影片 但是他就赢了 赢了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最重要的奖 以及最佳南配角 智叔 智像条云的儿子 所以你不能够 觉得他是被忽略的 但是很老实说 舒先生 张之亮的电影 我第一时间去看的是 《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因为我有份做 第一集 接着就是《默公》 因为都是日本漫画改編 很多声音 其他的电影 我有点害怕 《飞月黄昏》 《自疏女》 《方心假期》 你有没有看的 其实我跟你差不多 我甚至《农民》那时候 我都没有看过 《农民》我记得 曾经有一年 在七点的时候看过 那这一轮就重新再看 张之亮是懂得的 因为他是UFO的骨抗之一 我在这个频道 曾经开过玩笑 UFO里面的陈可生 李智毅 张之亮 再加上陈家上 陈果 小弟和曾志偉 就是七个小矮人 哈哈哈哈 都是这么高 那些人就说 那Teddy Roman呢 Teddy Roman是小巨人 不要用小矮人来说 张之亮是他们UFO的骨抗分子 但是呢 我觉得他没有 当然最厉害是陈可生 是 是 袁世生都OK的 是 但是有些呢 就是他很道貌岸然 我觉得 张之亮导演 所以我就有一点 就是不属于我那杯茶 其实我就 都可以是一种 是不是偏见呢 因为 我的直觉里面 我不记得看过哪部电影 总之我的直觉里面 我感觉 张之亮的戏呢 是 不是说沉悶 我们都看很多 很悶然的戏 就是 你说 就是 外国片也好 什么也好 很艺术 真的看得真是黑眼睡的 我们都看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 那个沉悶的意思呢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那个趣味性 嗯 就是趣味性有很多种的 我看艺术片也有趣味性的 但是他就没有什么趣味性的 嗯 还有呢 很死气沉沉 嗯 不单只是题材啦 又或者是甚至 那些演员演起上来呢 没错 就是他的电影好像很多都拿了这个 演员奖 演员奖 我记得曾经 曾经有一个颁奖 叶童啊 即是飞玉黄昏 叶童还是bobo 是吧 bobo 是的 但是我记得 龙云呢 曾经是不知道哪个颁奖 是拿了个集体演出奖的 是不是 就不是金像奖 就是说 每个的戏份差不多 不如给个集体奖去 我记得 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颁奖 那些高手在下面留言了 嗯嗯嗯 所以 喂 舒先生你是专业影评人 你这样不行啊 哈哈 那时候我有些戏 我真的不 唉 你只能够说 我比较偏见 是 是偏激一些的 是 有些东西我自动就会避开的 是 那就是好像没什么缘分 是的 这个用得好些 哈哈哈 所以其实 但是呢 我也知道龙民呢 真的声誉很高的 也都知道他拿了很多奖 是 又知道他在 嗯 从社会角度来说呢 嗯 都是重要的 是 因为那时候的确实农民这件事 就是这个社会现象 是很热门的一个 topic 还有也有 有一个很大的意外 是 因为他的创作起点是1990年 深水埗真的有这些农屋呢 是 是火灼啊 就是发生意外 所以引起这个社会关注 又死了很多人 傷了很多人 那 总之一直就没有看了 嗯 那 那 今次坦白说呢 是我自己提议的 是啊 很奇怪 我提议了 我就觉得 哎 还有早前有很多人又挖出来说 好像 是 就是在网络上高 那我就觉得 给自己一些动力呢 去 保体这部电影 是 另外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 现在我们 早前 就是这个施政报告之后 是 就是我们的 现在的 劏房 劏房 就变成了简坡屋 简坡屋 是的 但是龙屋 劏房 棺材屋 当时还有 这些全部都其实是一脈相成的 太空仓 是的 总之就是突然之间 那些地产商 就将好好地地 就一个单位 一层楼 就分割成为 是很多个单位 嗯 还有呢 就是譬如好像这个 棺材屋 太空仓 是 和龙屋 其实是最离谱的 是 其实劏房都离谱的 劏房都 适适适应 是 是 起码见到屋顶 但是这个 这个龙屋是真的很离谱的 真的 其实龙屋就好像以前那些 板间房 又或者是出租床位 是 是 但是床位 就因为 那时候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好像那些民风 就比较纯樸一点 是 没有说 不见东西 是的 没有提防 人与人之间 那种偷窃 那样东西 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是 那好像去到七十年代 打后 因为可能经济起飞 是 那些人呢 又就是 找食 就是开始慢慢 就是资本主义又 就是 工业化等等 就好像 其实人心是有些改变的 是 是 是 所以去到龙屋呢 虽然是床位 但是呢 为了被 围住自己 是的 找个龙 正是铁龙 其实 现在下一代 应该 没见过 正是铁龙 真的 好像龙 那样的 所以叫做龙屋 那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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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公寓 所以没有女人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 那时候是否最初是叫做男子公寓 我觉得很噁心 男子公寓 嗯 因为邵氏有些片是女子公寓 是 我们不能互相在一起 还有叫做华夏男子公寓 这个东西真的有点马 是 那 刚才说 他是受 评论界的关注度 是 因为整个我们都说 喂 这些百多万有什么影响力 对不起 做评论那些会觉得 哇 特别 在92年 全部都是周星驰 成龙 家有喜事 那样的 族的环境里面 这些人是清流 是不是 那些人会这么说 书生 你就真的 你就属于一般的喜欢 我就不说是喜欢 我在研究 我最近看回的乐趣 就是龙民里面 令我找到很多 我的朋友在里面 是 是 例如陈德森 做那个收纽公司的职员 是 例如有个女记者叫刘艳娥 Sherly Lau 是 哪里会叫Sherly Lau 出的 我看到张志成 是 另外那个 这个 陈国新的 马振 那个叫做 欧潮喜 是 前两年过了身 是的 那我就全部享受在这里看这些人 但是有个 有个新闻就是 假新闻来的 他说导演为了一个真实感 就是在深水埗招募那些临时演员来做 所以里面大部分 没有可能 里面全都是职业演员 职业演员 你想想 那些人都以为他从美国回来 但是真的从美国回来 我今天白度想找他一张照片 因为他的名字叫王志强 我发觉白度和他公共在一面 叫做王志强的人 因为多到电影界王志强 第一个是Kirk Wong 影评界石旗也叫王志强 踢球也有王志强 总之王志强一扫 已经十几个了 农民里的王志强就是做个女人 我印象中是看一些荷里活片 不知道是不是龙年 还是什么 就是高手留言 他经常都是一种录业演员 但是最重戏的 其实就是两父子 乔云和智叔 智叔当时其实也不是 后来他拍很多证人 大家都说智叔是好戏之人 那时候我觉得他也是电视台 他也是便宜一些 有戏好找他来 但是他拿了最佳南配角 但是真的看到他戏是好的 我觉得 刘春那时候已经拍很多随黑的戏 当然他们的演技很坏 就是剧本和导演的调度 但是他们都是在戏里面都恰如其分 做到那些农民 我看完这一部 我就有点挑剔 我看完有什么我觉得不太舒服 譬如说那些老鼠 廖啟智就把老鼠屍体铺在地上 逐个掃 像天井 像天井 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 农民他们的环境 当然没有交代到洗手间 厨房那些 就是这部电影没有给我感觉到味道 是吧 如果农民那些演员 哪怕周冲和陈国生两个议员 去入住他们这部电影的报警和实感 对味道的描写完全忽略 尤其是同意 尤其是因为那部电影 开始的时候是热天 那些人是一滴汗都没有 而且就算天井坦白说 我也是觉得设计是为了做戏而存在 因为如果我做屋主 那天井我都搭起来 因为那天井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我们去看这些劏房 有厨房也隔两格 是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 你都很替我客气 我不是麻烦的喜欢 坦白说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件事 是挺干扰的 一直看 首先就是那个景 它是清水湾片厂搭出来的 是的 我觉得那个景的质感 虽然美术指导是王葵 是王葵 是一个很好的美术指导 但在这个戏里面 我真的觉得它不是它的水平 嗯 第一就是那个景太大了 嗯 即使农屋与农屋之间 那些空道都不够擠烟 另外就是太干净了 另外太干净了 所以我就说味道 是啊 你加上大热天使 加上呢 其实呢 这个农屋呢 首先我当年都没有亲历其境过 是 但是我相信呢 嗯 现在就其实是一个老人屋 是 因为一开波呢 除了廖啟智是最年轻之外 嗯 其他差不多大部分呢 都是中年及老年 中年也是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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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游之间 哈哈哈哈哈哈 那 即是 其实老人家呢 尤其是 即是 他还说到这些老人家 譬如好像 李明洋 李明洋 一世都不肯 不肯开那个农 那这样的东西 当然不通 喂 那他哀尿都要哀尿 是不是 洗澡都要 那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都看到很多 那些农民呢 都除了打大石 是 那换句话说 真的很热 应该 那样东西的感觉呢 再加上 他们一定不会是很卫生 很干净 还有呢 他有介绍每个人的职业是什么的 嗯 但是我真的看不到他们的职业 只有一个讲字 譬如你说TellyRoman 整天带着猴子出去 整天带着猴子出去干什么呢 那时候是九十年代 那时候是一场 有什么布局 那时候 我的记忆之中 已经没有人有猴子气 没人会买艺围着个人扔蚝纸给他 即使其他那些都是 所以你经常看到大白天一堆人在那里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而且他们要交租 河内交租呢 然后每晚有宵夜的 每晚吃糖水 我突然找到一个点 它是写实版的和平饭店 人切了这些 两句对白交代了 总之群气 其实这个传统我理解 尤其是有吴仓周做编剧 吴仓周也是很老字架的 左派的编剧 那我相信他们那个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想继承那个传统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传统呢 群气 那间屋里面 是 板间房 或者是床位 即是那种 长逢身那些下来的嘛 应该是中联 中联 中联 上个星期我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谢妍的第一部电影 叫做《楼下山水喉》 1952年的 那些电影都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演变成了 就是七十二家房 那种 包括《危流春晓》 《火挖幽兰》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群力 那时候的《雨片》 都是有左派思想影响的 也是因为社会的因素 都是说他们怎么样 是你帮我我帮你 所谓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但是呢 坦白说 《雨片》这些炸气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它都是十几伙人一起住 但是呢 每个人是 又有工作 而且他真的看到他们的职业 在做什么 那个生活感 劳动人民的生活感 是的 是很强烈的 而且呢 他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每个人之间的性格 当然演员 全部都是好的 但是这一部电影呢 其实我一开始 看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为什么全部都是北方人来的呢 除了Teddy Robin 除了有一个 除了有一个 我不懂他的名字 就是住在王家区楼上的 楼上的 都忘记了他 是的 其他差不多全部 包括刘春 包括谷峰 乔宏 李明洋 全部都是说一些 我听不懂的广东话 刘春那些广东话 是直接 音笔在那里 是暖大龙的 那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整班都是外光佬 所以他就叫华夏 华夏男子公寓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差 嗯 我想 我就去猜读 张之良 拍这儿的动机 因为他后面也是有银刀机构的支持 去清水湾 还有银刀当然是政治正确 拍这些电影 那张之良 你想想他那时候拍了《中国最后的太监》 大家全部都是向商业类型片去发展 那如果那个导演 等于吴君如刚刚出来 每个都是美女 我就撩鼻屎 就是另辟激净 那张之良就想 我一个人呢 老实又政治正确 不如拍一套 即是继承中联精神 那就是 叫不叫再一件事 叫好一定有 那这个我觉得都是计算 那他是任务完成 那他是任务完成 那当然我们事后再審阅一下 张之良的创作生涯 都是偏向南门 那偏向南门 当然可以说 个人的趣味 或者能力所在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他没有能力去拍 好像是陈鹤生 或者好像有周星驰 王晶 或者是赌尔 那他一定要有自己一条路 畢竟他都现在是金像奖 最佳导演的名单之一 那这方面我觉得 他将自己定位这样 他都没错 张之良 不过后面那些戏 就越来越难找戏 我记得他拍了麦工之后 在内地还拍了一套车站 吴奇隆做 当然是票房很差 因为麦工其实是王健生 帮助了很多 好像Bill Kong也有份投资 应该有了 有焦阳 徐晓明那些投资 有韩国人 有日本人 我觉得是张之良 导演生涯里面 最大的project 接着就无以为计 现在有很多 这种想法的导演 其实你会发觉 近些几年来 因为首部剧情计划 我们通街都是张之良 你没有发觉通街 这个认识 通街都是张之良 无论你的能力很坏 你好像张之良的思维 是很容易开戏的 是 农民就是给你看 喂 第十二届金像奖 最主要三个大奖 还有一个演员奖 你扶负何求 其实呢 这个戏呢 真是公平一点 即使我们说 他是不是想继承 那个语片的传统呢 其实他都想 有些事情是不同的 我刚才强调 语片那种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那种互助精神 但是这个戏呢 去到九十年代呢 其实都开始出现了变化的 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多了很多的矛盾 多了很多的自私自利 多了很多的明争暗斗 或者是每个人之间的个性的冲突 当然呢 其实他最主力呢 我觉得这个 真的跟左派有关 就是集中描写 那时候那些 刚刚新兴的那班议员 即是 恕我多疑 踩了两脚 是啊 其实 不单止一个 还要两个 即是周聪和 Dennis Dennis 我觉得呢 其实他是有 你当我多疑 其实因为那时候 刚刚就开始有民选议员 是啊 还有区议员 是啊 所以呢 其实我相信 就是 以左派当时候 整个政治的局面来说 其实他是很反感 那时候就是说 没代 殖民地的时候 没代港督 是啊 因为其实 没代港督的其中一个的议程 一个agenda 就是希望 全部直选 是的 就是开始培训港人治港 嗯 以及将直选的制度 逐渐引入香港 所以才慢慢 就是最初最初 就是由这个六七十年代开始 就有这个市政局 是的 就是的议员 张有卿 是的 就是慢慢就扩大 扩大到开始有直选的区议员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 那个千古罪人彭定康 一直为我们香港埋地雷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突然间中间 整个大割气 就集中是描写这些所谓官商勾结 丑化他们 是的 和这一班这样的议员 嗯 但我就觉得 当然今天来看 那样东西太过表面化 太过肤浅 亦都太过面譜化了 因为那种说 太过表面化 等于 你老鼠龙 老鼠龙里面有只老鼠 到最后有黄家鞠 是植物园的龙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观众聪明 都不需要这样 隔額他们 那些龙民 那些禽兽 老鼠也是龙民 那些禽兽死了十几尺 所以你说 亦都因为是这样 可能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整班人 都是外光老 嗯 其实这个戏 其实是一个 嗯 是的 就是 当时候的所谓的左派 的阵营 和这个香港 英籍 的阵营 一个对类 然后 之后 中间就有一个黄家区 一个不良少年 但是那个不良少年 又是个警察 的儿子 很奇怪 然后呢 就是说他游离于 几个势力之间 是 但是呢 无论如何都好 都要说一句 就是最好看 真是看王家鞠 是 是 那 那当日王家鞠的老友 劉尔达 推他过去旁边 劉尔达 都没发挥到周星馳的电影 那种 offbeat的魅力 所以 最初他全都是背影 看不到 哪个人说话这么奇怪 突然间 原来是劉尔达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戏 你觉不觉得呢 不知道为什么那帮老头 很多人都改个女人名的 妹头 又妹头 又肥姑 是的 然后有一拼 应该是一对基纪 是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明白 突然怎么改个妹头 突然是乔宏 怎么叫肥姑 张智亮导演 是先过现在 美国的民主党 去给大家去选择政典 是河锦丽来的 所以先行我们几十年 这个先知先觉 值得佩服 所以其实那帮演员 坦白说那些都是好的演员 但是 其实他们有一个问题 你硬要去说广东话 他们真的不自然 所以你问我 是不是整帮人的演出 是不是好 我是觉得不好 看得我很不自然 而且坦白说 很多对白实在太白了 譬如我刚才说 躺在黄家鱼楼上 出生来 一来 先去阿饭毒療 先 等我先爬上去 哈哈哈哈 很多这些的 是的 譬如 就算你说那些 老鼠 老鼠骨 根本是 是没有可能 会发生在这个农屋那里 嗯 真的很多东西都是 失诸于太明显 但是 我们今时今日 没有牵涉到 哪方面的利益 因为 网上 什么都看完 就是我们 真是九年来 三十多年之后 我们再去审视这部电影 所以呢 我们另外抽出来的角度 原来那些奖 最佳电影 最佳什么呢 其实都是一场游戏 大家不要这么认真 这个是农民当日的 上画的广告 我们今时今日的年轻人 因为很多家驱的迷 嗯 我觉得这部电影 都是有一个理由 令人再去看的 就是 起码看下家驱那种 很自然的演出 其实他真的很可惜 是的 如果他继续下去 我觉得他的发展是很好 as an actor 幸好家驱有拍这部电影 就代替了莫欺笑年虫 和开心鬼什么放暑假那些 譬如那一场呢 不关家驱事 陈国珊去哄他下车 是在车里面 是在车里面 我觉得 你去安排陈国珊 陈国珊 陈国珊整天踏他的肩膀 我都觉得很尴尬 不是 因为陈国珊的角色的真实性 是不需要这样踏他的肩膀 是的 而且坐到这样的距离 为什么要踏肩膀 整天都要踏肩膀 每个都要踏他肩膀 每个都要踏他肩膀 每个人都要踏他肩膀 抽水 是的 大家都喜欢他 无论如何 我只可以这么说 我们不喜欢这部电影 有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女友 那部电影是有历史的 尤其是是农民这件事 农屋这件事 但是我们对于张思亮导演 他的勤奋努力 到另辟稽劲的取向 我觉得也应该有点尊敬他 至少不是为了你试图 所以 好了 听完我们这样说 可以不妨再拿农民来看看 最后还要补充一件事 很多人说 张思亮这个电影 有两个特色 第一是长镜头 第二是粗口 因为当时是罵了一个风波 是的 那时是三级过的 是的 因为主力整部电影 最粗口的就是Teddy Robin 是的 也因为这样 所以变成三级 给电影界 评论界都很帮的 就是评击电影术 当然今天来说 就是茶杯里的风波 是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个长镜头 的而且确 电影很多时候 都是不剪的 都是 那个镜头又来来 就是这样 然后那些人走出走入 但是坦白说 我也觉得 另外一件事 我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没有看了 我应该是看了有些片段 还是 因为那时候的预告都挺长的 那也不知道可能是 我不知道记不记得 是不是有电影广告杂志之类 就是看了一些比较长的片段 就是那个长镜头 对我来说 其实就不是一个很难度的东西 它只不过是不剪 其实中间的那些这样的场面调道 其实都是走来走去的 就是没有钓道 只是长镜头 是的 是真的长镜头 所以也都因为这件事 可能影响了我 就是产生了某种的偏见 是 所以没有看 那这次看回呢 我也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是 好吧 那我们周末午夜场 大家会明白 我们都找一些 值得争议 值得讨论 值得大家再重温的戏 是吧 那我们今集就到这里 仍然要说回 因为我的幕后就说 提一下别人订阅留言 分享 就是点赞 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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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去 舒奇导演那个 《只要有电影》 继续支持我们 好吧 今集到这里 拜拜